古语有云,战争一响,黄金万两 这话放到现如今更是在合适不过了 俄乌战争打了19个月 俄罗斯的累计花费来到了1673亿美元 而美国八年伊拉克战争直接打掉了1.8万亿美元 那么这么多钱到底都花在了哪里 而战争中最烧钱的武器弹药又是什么呢 传说中位列榜首,一亿美元一枚的大杀器 却为何没有使用到这两场战争中 第七名最不起眼的子弹,枪械子弹 是现代战场中最常见 也是造成实际杀伤效果,最好的武器弹药 除去冷兵器匕首外,它几乎也是最便宜的弹药 根据子弹口径的大小 每颗子弹的售价差不多是1元到5元之间 比如加特林机枪,它有6个枪管 每个枪管一分钟就能打出1000发子弹 该枪子弹是7.62毫米口径的 一颗需要5元 而每根枪管的寿命在1万发子弹 就算是一直连着发射直到报废 但要费用也才30万元 当然,高精度狙击步枪子弹的造价 则不是这个标准 通常能达到单美几十元 甚至上百元一发 别看单价这么低 但一场战争下来 光是子弹消耗的费用就足以让小国破产 以二战期间 四年苏德战争为例 仅仅苏军就打光了170亿发子弹 而单方面碾压的伊拉克战争 美军更是消耗掉了61发子弹 可他们取得的战果 确实击毙了24000名伊拉克士兵 平均下来 每消耗25万发子弹 才能干掉一个敌人 大家不要误以为 是美国大兵枪法不行 其实从现代战争的统计来看 一发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纯属是个安特利 因为八年抗战期间 中国军队击杀一名日军 实际弹药消耗也是在3000到3100发左右 大规模的战争中 不可能出现端着枪 硬扛枪临弹雨的情况 非洲兄弟的信仰射击 才是真实的战场情况 不露头 只把枪伸出去 然后一梭子扣到底 至于打不打中敌人 全凭运气了 先把对面敌人吓得不敢露头了 才能抢占有力位置 所谓的火力压制 大部分子弹都是威慑射击 很难造成实际杀伤 所以单发子弹虽然不贵 但量上去了还是一笔巨额开销 平时训练 部队领导会让战士们珍惜手中的枪弹 可真上了战场 一定是士兵的命比子弹重要的多 命肯多浪费点子弹 也要尽可能的保证自己人的安全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第六名 炮弹 大炮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重型攻击武器 从其面世之初就一直影响着战争的走势 中国明清就有的红衣大炮 神武将军炮 到二战时德国搞出的古斯塔夫列车炮 完完全全的验证着 口径极正义 大炮极真理 一发钢铁炮弹袭来 步兵死伤惨重 建筑防导屋他 这种武器弹药在二战期间 简直发挥到了极致 我们在抗日战场上 就是因为缺少攻坚的重火力 才屡屡看着小日本的炮楼 攻势隐恨 炮弹相较于子弹 装药量更大 射程更远 威力也更足 同时对于精度的要求 远没有枪械那么高 即使没有直接命中目标 光靠爆炸产生的冲击波 也足以起到摧毁和杀伤效果 到了抗美援朝战争期间 美国老可谓是把火炮炮弹用到了极致 军事上的泛弗里特弹药量 就是出现在了这个时候 当时我们争夺的上甘岭阵地 战场面积不过3.7平方公里 可美军在43天里 发射了190万发炮弹 平均每平方米落弹76枚 这可真就是现实版的枪林弹雨了 至于价格嘛 自然要比子弹贵了 一发炮弹差不多在 几百元到几万元之间 就比如1130进防炮 它有11根枪管 需要搭载30毫米的穿甲弹 发射一颗炮弹 一瞬间就1000块钱没了 射速惊人 威力又猛 一分钟能打出11000发炮弹 1秒183发炮弹 开火发射仅仅3秒 就烧掉50万 大家可以估算一下 自己的工资能顶得住 开火几秒钟 当然传统意义上的大炮 精度不高 但现如今大炮的炮弹 也可以导航 精确制导了 当然这价格嘛 也就跟着水涨传高了 而欧乌战场中 俄罗斯不敢撒开环地 使用精确制导弹药 唯一的原因就太贵了 用不起啊 第五名 航空炸弹 航空炸弹 是从空中由战机投掷下来的 一种爆炸性武器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航弹 当然 航空炸弹的种类也很多很杂 一般是50千克以下的 是小型炸弹 100到500千克是中型 一吨以上的就属于大型了 这种武器 主要的杀伤目标 是密集的敌方编队 或者不能躲闪的建筑等军事目标 通常情况下 这种航空炸弹一枚500磅的需要花费1.8万 2000磅的炸弹就得造价5.1万 其实二战中实际毁伤价值最高的武器 就是航空炸弹 整个战争期间各交战国一共投掷了 500多万吨航空炸弹 不过航空炸弹有个很大的弊端 那就是作战方得先夺取制空权 然后才能骑到别人头顶拉屎撒尿 一旦对方的防空火力健全或者有空中战斗力量 那么携带大量航弹的战斗机 无疑成为了别人猎杀的火把子 当然随着军事科技的发展 航空炸弹也被几个军事大国玩出了花样 各种精确制导 防区外发射的航弹层出不穷 虽然大大提升的攻击命中的精度 以及轰炸机自身的安全系数 但却是失去了航弹最开始廉价 量足管宝的效果 因此如今动辄几十万亿枚的新航弹 也不是一般国家用得起的了 第四名火箭弹 火箭弹 顾名思义是用火箭发动机推动弹药部 发射出去的杀伤武器 火箭弹通常是由战斗部 火箭发动机和稳定装置这三部分组成 利用点火装置和推进器 快速把火箭弹发射出去 就像如金鹅乌战场上 大方一彩的海马斯火箭弹 就是由美国佬提供的 一套海马斯造价高达552万美元 单发火箭弹都要10万美元之多 别看这么贵 但确实给俄罗斯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但要说到玩火箭弹 那中国说第二 就没人敢成第一 中国用了几十年的世界 把火箭炮直接玩出了花样 射成500公里的火箭炮都面试好久了 而且还敞开了向国外出口 就像国产的卫视2D 射程都达到了400公里 但却无限制的摆在了珠海航展上 中东的大户们不少都买回了家 这玩意只要使用得当 完全能起到短程导弹的威慑效果 当然我们还是严守国际军火出口协定的 把射程给控制在标准以内 至于中国火箭炮的老师傅 苏联如今的俄罗斯则是有些颓废了 要知道世界上第一款火箭炮 就是苏联研发的 当时被德国士兵形容是地狱的怒吼 一轮火箭弹急射过来 那整个一片的弹幕火海 中国人之所以痴迷火箭弹 实在是他在中国军队里的初次登场太出彩了 还是朝鲜战场上 志愿军靠着火箭炮的几轮骑射 直接让美军一个团烟消云散 甚至侥幸活下来的美国大兵 都直接酷喊中国人使用了原子弹 目前我们国产的远程火箭弹是 300毫米口径的售价为75万元一发 如果用12管一次性骑发 那就得消耗900万元 也就是相当于 33辆奔驰C200L汽车被射了出去 而一个12辆的火箭炮营骑射 那就是1.08亿 请客间就化为需有了 而这一切也仅仅只是弹药的花费 若是再加上远程发射所需要的雷达 侦察机等配套体系的费用 那远远就不是现在的这个价位了 所以一般将远程火箭炮用作战役级武器 作为首次火力突击使用 第三名 巡航导弹 巡航导弹是属于自带推动力装置的 大型杀伤性武器 它与火箭弹最大的区别 是可以精准的设计目标 其最远射程一般可达到数千公里 通常只有打击高价值目标时才会使用 因为一发巡航导弹的造价 就高达数百万美元 若是下兵蟹将根本就收不回本来 当然世界上没造炮弹 子弹乃至火箭弹的国家不少 但能独自研发巡航导弹的国家 其实没有几个 除了五常国家之外 满打满算剩下的有能力研发的 也不超过五个 但有意思的是 这几个国家几乎全都出现在了中国周边 例如印度朝鲜韩国等 不过单论水平和迭代速度而言 最尖端的巡航导弹 几乎完全掌握在了 中美俄三大国手里 美国的战斧是巡航导弹 在中东战场上是经历过实战考验的 中国的常见系列巡航导弹 也是一路迭代过来的 最新型号已经具备了防区外发射 2000公里以上的命中射程 俄罗斯的3M54巡航导弹 同样也是在技术参数上 不相上下 总的来说 巡航导弹虽然中段飞行速度 只有一马赫左右 但其末端的攻击速度还是难以拦截 大量的巡航导弹骑射 无论是那个国家都难以招架 唯一的缺陷还是太贵了 不能撒开了使用 第二名 鱼雷 鱼雷是一种水下武器 可以在水下自航 制导 攻击敌方潜艇和战舰 和反舰导弹的区别在于 反舰导弹 攻击的是舰艇的水线以上部位 而鱼雷则是攻击军舰的水线以下 它的杀伤原理 并非是弹片杀伤 而是靠着巨大的装药量 在水下爆破产生冲击波 大家都知道水是很难被压缩的 一旦水中出现冲击波 巨大的能量直接作用到舰体上 可以令数千吨乃至上万吨的军舰 直接拦腰截断 所以海军中盛传着一种说法 宁挨导弹 不挨鱼类的说法 因为挨几发反舰导弹 还有反应抢救的时间 一旦真的被鱼类命中 很可能几分钟时间里 巨大军舰就直接沉入大海 连自救的机会都来不及 鱼雷这款大杀器在二战中可谓被玩明白了 英国和德国的潜艇大战 美国与日本的潜艇大战 彻底把鱼雷的杀伤力展示给了各种军方 所以二战之后 各国都开始对新型鱼雷的研发工作 只不过大家可能想不到 这玩意的研发难度远远超过大家想象 鱼雷分为雷头 雷伸和雷尾三部分组成 雷头是带有检测和自导头装置 可以携带炸药 雷伸是控制系统 带有储备能源和控制鱼雷方向目标的作用 雷伸则是发动机 推动器让鱼雷能稳定性的前进 原理说起来贼简单 可是实际上当今社会 能研发重型鱼雷的国家只有九个 分别是美国 俄罗斯 中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瑞典以及日本 而中国能够快速追赶 重型鱼雷的研发速度 离不开当初我国渔民唠叨的纳煤 美国最先进的MK46型鱼雷 当时我们还没有逆向技术 没得办法把它共享给了 当时的苏联 这个美国最新的成果 直接加速了我国重型鱼雷的研发 按照目前的公开造价来看 一枚重型鱼雷的单价在500万美元上下 不过相较于军舰动辄数亿美元的造价 还是性价比很高的 不过 这玩意实在是太狠了 它也成为了军火市场上 为数不多不敢出口的武器之一 第一名 洲际弹道导弹 洲际弹道导弹 是先出大气层 在太空度过中段 然后再入大气层的重型武器 它所携带的战斗部 一般默认为核弹头 当然通俗的理解也可以是 把大家熟悉的民用火箭换了个载荷 只不过 洲际弹道导弹的入门门槛为 射程超过8000千米 当然真的能满足这个条件的 也只有武昌这五个国家了 像印度 伊朗 朝鲜虽然也有弹道导弹 但其射程和8000千米 相差甚远 这不仅要求火箭技术先进 而且还需要导航系统的加持 因此这玩意也成了武昌标配 通常情况下 这玩意是镇国神器 只能摆着看 不能轻易使 因为各国的洲际导弹发射 基本上都是相互透明的 这边刚升空 其余四国全都收到预警 并且高度戒备起来 就连中美俄演习 施射洲际弹道导弹 也要相互之间通报 就怕出现误判 而中国的东风 41 美国的民兵3 俄罗斯的萨尔玛特 也备合称为世界三大真理 这个东西 单枚造价 几乎都在1亿美元1枚上下 而且绝不售卖 作为大国标配的它 虽然造价最高 但感觉下来 好像性价比也是最好的 后继 细数下来 现代化军备离不开前 只要强大的经济体 才能撑得起一个大国军队 但这些武器出现的目的 既是为了战争 也是为了止战 希望这些武器 可以永远不要出现在战场上 毕竟一旦出现 就代表着生灵的消失 就代表着生灵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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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